它在四周都有做了這個東西 非常紮實的這個 庇護島 而且這上面就不會有任何的植栽 也不會讓車子沒有看到人而撞到 但是你看像這個地方 它這邊就有做植栽了 裡面還會有那個護欄 那這個護欄呢 就讓你人沒有辦法直接從這個地方走過去 因為沒有這塊草的話 有時候人可能從這個地方過去 車子這樣轉過去的時候就有可能撞到 這條路不能左轉 這條路是單行道這邊過去的 所以它在這邊做植栽 除了人行道很寬以外 他們還用設施帶的速從 把人車去做隔離 我就不需要時時刻刻拉著小朋友的手 避免他們跑到馬路上面去 那不過我覺得住在台灣 我們也不用羨慕新加坡 前幾年台北市政府也帶了大家 做了零里交通改善計畫 其實這樣的道路環境 已經比我2001年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這時候好了一點點 但是還被需要一些改善 不過因為台灣真的是地小人稠 因為大家很喜歡種些花花草草啊 所以你知道常常 唉唷我都沒有吃掉了 所以說路上常常出現一些美麗的障礙物 也是沒什麼關係嘛 台北市民也常常幫市政府做一些綠化啊 你看像這些樹漂亮亮的 或者是有些人不希望他們家前面被掛人行道 要停車啊之類的 我決定 有跳 飛過去 跳過來就OK了嘛 新加坡呢這十幾年的進步的非常快 人均GDP已經衝破7萬美金 在美國已經齊平 但是 它的人文地理好像跟台灣卻很像 而且人口密度是世界第二高的國家 但是他們的諸視計畫非常的優秀 政府的道路設計非常的棒 每次我來到新加坡的時候呢 總是能夠很順暢的使用大眾交通工具來移動 那帶著小朋友走在路上或者搭公車很捷運 除了覺得比較熱以外 我一點都不會覺得很緊張或者不安全 這個呢有別於台灣行人地獄的經驗 我就想來趁這個時間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新加坡的經驗 到底台灣能不能夠好好的學習起來 大家好我是翼神 我們現在人在新加坡 帶著三個小朋友 其實在台北市的話 我們如果說帶著小朋友去走路 去捷運站一定會碰到一些巷子 但是沒有人行到 我們就來看看新加坡他們號稱 整本交通到底方不方便 那我們住的這一區呢在Lentour 這一區比較特別 跟大家想像中的新加坡不太一樣 它呢都是獨棟的房子比較多 算是個比較郊區的地方 那從Lentour搭車呢 我們可以直接搭到新加坡最熱鬧的烏捷路 那其實出捷運站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接到購物商場的精品店 那推的娃娃車跟帶著三個小朋友 搭捷運也非常的順暢 甚至有高低差的樓梯呢 也都可以順暢的通行無阻 現在你看即使像Ultra Road 這麼主要的shopping area 它的線道也就是給你一道兩道三道 再加一個公車專用道而已 那相對來講 反而你看行人道這邊超級寬 因為這一塊絕對不是像說新加坡 他們是那個商家弄出來 因為商家弄出來的 它就是可能一塊大一塊小 你躲起來並不是那麼順暢 但很明顯Ultra Road這一整段就是 空偷到尾一直直著 你看整條 這就是都市設計的不一樣 對面的話它就是畫了一整條 就是讓你聽 計程車進去 走那邊喔喔進去了 喔喔進去了 喔喔進去了 所以不會影響到主幹道的汽車 的一個行徑 那你這邊要上下車大概很輕鬆 也不會緊張 一定要逼我了 圍停啊或什麼之類 而且新加坡很多地方的停車呢 它都是直接到百貨公司的下面 整個設計設計好好的 就不會有馬路上 可能車子要路邊停靠 然後呢公車路邊停靠 或者是上下貨 搞得就是阻擔到你很難開車這個狀況 好然後現在呢 是來Ultra Road的一個 十字路口對不對 可以看它旁邊那邊 就是一直走的 然後右邊呢 它切了一個人 其實是先倒出來 可以看到車子 右轉就直接走右邊 所以就不會發生說台灣有時候 右邊兩道你要右轉 把直走的車卡住的事 因為這邊老實講 我剛剛這邊大家有當作 這邊的車流量其實蠻高的 這樣子你就可以讓車流更順暢 不會因為有右轉車或左轉車 就幫你卡住 所以它在四周呢 都有做了這個東西 非常扎實的這個 庇護島 而且呢這上面就不會有任何的植栽 也不會讓車子沒有看到人而撞到 但是你看像這個地方 它這邊就有做植栽了 裡面還會有那個護欄 那這個護欄呢 就讓你人沒有辦法直接從這個地方走過去 因為沒有這塊草的話 有時候人可能從這個地方過去 車子這樣轉過去的時候 就有可能撞到 這條路不能左轉 這條路是單行道這邊過去的 所以它在這邊做一個植栽 但每一個小巧思都不一樣 你看像那邊它就沒有了 這邊是低矮的 這邊是高的 每個種類都不一樣 而且其實這邊車流非常大 你看不到路邊會有微停的車 或者是卡在路邊上下 或上下人的車 沒有 沒這種事情 很順啦 你看車流其實是很大的 所以設計好就不會塞車啊 而且今天呢 我之前還問一下我的師子 我說欸 新加坡數都不在你塞車 他說欸對啊都不在你塞車 然後大概 國速5%的時間都不會塞 當然有幾個關係 第一個是 新加坡車價是我們世界第2櫃 第一位是北海 第三名馬來西亞 第四名印尼 第五名台灣 欸有沒有發現其實都在這個地方 東亞共種圈啊 那新加坡車櫃呢 其實它有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它有一個COE 就是叫做 用車證 你要用一台車 它就給你10年 10年的話 它用車證的價格是在漲 之前是70幾萬台幣 現在好像找到 一百塊要入口了 所以 你在路上看到這種 喔 你看那種Jaga 或是這種 那出去的價格都是台灣兩倍三倍起跳 你看那種Lexus啊 也是非常貴 VM這種大概都五六百萬以上 台灣可能賣三百萬四百萬 對 這邊賣五六百萬 再加上用車證一百萬 但是因為這樣的話 就是做有總量控管 就是不在塞車的狀況 而且老家他們都 有這種輕鬆方便 不在需要開車啦 真的 開車更多是一個 身份地位的表徵 那新加坡的街道上不僅人多 它旁邊馬路上 車流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仔細看 它只有三線道 但是並沒有阻塞的感覺 但是我們可以看看 台北市的金山南路 一樣是三線道 但是右邊 有停車 有公司要出來 有違規停車 左邊呢 則是要左轉 所以能夠執行的 就只剩下一線道 當然沒有辦法 跟新加坡三線道 都是順暢往前執行 來相比 隔天呢 我們搭公車去親戚家拜年 這次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除了人行道很寬以外 他們還用設施帶的速從 把人車去做隔離 我就不需要時時刻刻拉著小朋友的手 避免他們跑到馬路上面去 作為一個腳步很快的國家 紅綠段時間也非常的短 但是沒有想到 超短的 其實只有15秒而已 怎麼這麼短 你要用老人卡 就這樣 喔 你說有老人卡 然後SWIP 最後時間變長喔 這麼酷喔 我們都有老人卡 日式睡了就有 喔 SWIP現在就變成30秒這樣子 28秒 坐上公車 我用公車的角度來看 我也發現 設計好的道路 公車根本不需要一直變換車道 只要在外車道就好 跟台灣相比起來 台灣的公車反而要不斷的閃避前面的違規停車 這樣也造成後方車輛的危險 真的差好多喔 那不過我覺得住在台灣 我們也不用羨慕新加坡 前幾年的台北市政府也帶了大家 做了零里交通改善計畫 我們有人心道 我們也有色漆帶 而且腳踏車道 色漆的都不錯 而且鋪設了更多大量的綠色人心道 這點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大家來看一下 這段沒有啊 大小心點啊 有車有車有車 如果有車小心點 好 沒關係 我們就前面就小小一段馬路沒有綠色人心道 你看那邊看得出來啦 你看 其實這樣的道路環境啊 已經比我2001年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這時候好了一點點 但是還會需要一些改善 不過因為台灣真的是地小人愁 大家很喜歡種一些花花草草啊 所以大家常常 哎唷我的帽子這樣 所以說路上常常出現一些美麗的障礙物 也是沒什麼關係嘛 台北市民也常常幫市政府做一些綠化啊 你看像這些樹啊 漂漂亮亮的 或者是有些人不希望他們家前面被掛人心道嗎 有要停車啊之類的 我決定 用跳 飛過去 跳過來就OK了嘛 台灣建設人心道中的辛苦原因呢 也部分因為是各個局處掌管不同事情 畫標線的是畫標線的 做交通的是做交通的 道路設施是道路設施的 蓋人心道就是蓋人心道 只會就是有時候你走走的時候 必須要繞過一些 大礙物 看起來應該是這兩個單位的LINE沒有加好 其實呢台灣政府也不是沒有努力過 他們想學新加坡一樣 路邊不要停車 大家都停在大樓底下就好 同時呢他也給建商誘因 新的大樓呢只要你提供公共車位 就可以有容積獎勵 也就是說你可以多蓋幾層樓來賺錢 但是呢建商也不是省油的燈 想想看豪宅下面如果是大家可以隨意出入的停車場 那出入份子比較雜 豪宅的價格怎麼拉的高 所以建商拿到獎勵之後呢 就通通要求每一戶的住戶 要配四到六個車位 只要把下面的車位都賣光了 外面這個牌子 對大家看到這個牌子 就永遠顯示車位已滿就可以啦 政府呢也發現了這個bug 於是就停止了計劃了 所以從頭到尾這件事情只有爽到建商 住戶也很衰 要買一堆車位 所以這個二的循環就開始了 因為無法增加市區車位 路邊只能大家繼續停車 因為大家要停車 所以沒有空間建立人行道 因為沒有人行道 大家都只能走在馬路上 跟汽車 機車 腳踏車 公車 貨車 互相強盜 道成人走路人也很生氣 開車騎車的人也很生氣